主席 請郭部長 好 請郭部長 洪委員早 部長早 部長 一早 我想先請問你一件事情 前任部長他離職的時候 有交代你三件事情 你還記得他交代你 提醒你哪三件事情嗎 官場歇業 勞工要繼續處理 然後 勞工派遣 派遣法要繼續定 然後年金 對 好 是這三項沒錯 就是部長記得很老 那今天討論的這個議題 其實就是在這三項裡面 有兩項有相關 包含了年金 跟官場工人的一個案件 好 那我今天要來問部長就是說 部長你 從之前在勞委會到現在 您在這個勞動部 就是在這相關的部會裡面 大概就是已經 有多少的一個年資 已經在這邊多少 在勞動部勞委會超過20年 超過20年 所以這個 我們一直在談的這個 就是我們的年金 勞保年金要破產這問題 討論多久 好像20年來都 斷斷續續都在討論 都在討論嘛 所以這個議題 你覺得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喔 那今天報告裡面有幾頁 你剛剛念的 三頁 好 裡面喔 因為我很認真的看你這份報告 大概一千三百個字左右 好 我今天要問的是說 這麼重要的一個問題 而且這麼複雜的一個問題 你竟然用三頁的報告一千三百個字 就要把這份報告就是結束掉 如果今天 只有一千三百個字 就可以解決這個 這麼困難的一個問題喔 我想今天 就是其實我們會也可以不用開了 如果如果就用的這個 我們所有的事情 就把它推給這個 我們的年金改革委員會的話 那其實我覺得今天後續 真的也沒有什麼好討論的喔 因為你這邊說了喔 就是你要提供專業的意見 然後以及各種可行的方案 給這個委員會來做一個討論 那我就在想說 那我們今天 沒有什麼值得跟我們報告 然後沒有什麼值得說 可以做一些公開討論的一些議題嗎 為什麼這一份報告裡面 寫得這麼的簡單 好這是我第一個問題啦 針對於今天我們要討論的部分喔 在年金的這一塊喔 部長你有沒有什麼 可以再做其他的一個補充的 包委員我們 簡略我承認稍微簡略一點 應該要多跟委員多報告 多說明一些 但是牽涉到實質的改革內容 我覺得在這個時間點上 我們還是應該在委員會裡面 就是年金改革委員會裡面 去做充分的溝通 所以我在這裡如果跟 已經跟大家宣布說 我們已經有很多的方案 其實我覺得這個時間點 好像也不是很適合 好那我可以理解啦 因為政府部門當然有你們作業的一個程序 跟你們的一個流程喔 但是其實我們今天安排這個議程 就是我們希望多一些公開的討論 那跟各委員來做一些討論 那但是拿到這樣的報告 其實我會覺得很失望啦 就是新的勞動部到底 對於就是我們在討論的這個部分的一個準備 到底是不是有真的很重視這件事情呢 我覺得其實在今天的報告裡面看起來我是蠻失望的喔 好那因為這份報告其實它講的不多 那也蠻敷衍的 所以我今天就其他部分喔 沒有提到部分跟這個部長來做一個救教喔 是 來 部長我想先請問你喔 你認為啊就是如果要保障我們勞工它腦簾的經濟安全 它每個月合理的一個退休金 應該要多少才可以去維持它的一個基本生活 報告委員這 數目大概不一定 不過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 大概以所得替代例來講 以最後退休前的薪水大概六成左右 六成左右 六成左右是一個合理的世界銀行的標準 世界銀行的標準 好那我再問你喔 現在的這個勞保年金呢 我們在領取的這些退休的勞工 從這76萬人來說 它平均每個月領多少錢 年紀是一萬六千塊錢 一萬六千塊喔 那你認為這樣的金額足以去負擔 它每個月的生活基本所需嗎 現在的生活水準是不太夠 但是以勞保 投保薪資 目前的平均大概是三萬塊錢嘛 那一萬六如果再加上勞退的話 勞退的話可能還是省吃減用 省吃減用喔 那因為我看了你們這個統計報告 每人平均是領一萬六沒有錯喔 但是有五十六萬人 它是低於兩萬的 也就是七十六萬裡面有五十六萬 它是低於兩萬塊的 所以其實大部分的人都是領一萬多塊 然後有超過四萬人的 只有114人 所以這個領的這個 大家領的這個勞退其實都非常少 我們的這個勞保人 我們退休之後真的很少 那你也有說喔 就是剛剛報告裡面有講的 107年就要開始入不敷出 然後在116年就要破產 那你也說勞工其實真的很可憐 勞工他就是領得很少 相對於軍工教來講的話 其實已經算是非常可憐 所以你希望說不要降低這個 1.55%的一個年金的一個給付率 你有說過這樣的話 那我要問喔 就是如果說我們現在不降低這個給付率 好那我們要避免勞保破產的話 您這邊您認為可行的一些備案有哪些 報告委員 我要先稍微說明一下就是 我所謂的這個1.55這個不要這樣 這個是反映我們勞工朋友 他們對我的建議 他們的希望心深 但是至於勞動部的立場 我覺得還是需要到年金改革委員會裡面 去跟各部會一起做協商 所以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充分的反映勞工的心聲 他們說不要這樣 但是至於這樣不這樣 未來可能還需要一定的程序來討論 那麼至於你說未來要怎麼樣去能夠增加他們的權益 我想大概就這幾個方向的考慮 這個我說三立一軍 從費力 守得替代力 從收益力 一個一軍就是平均投保薪資 然後如果要再加的話 大概就是看有沒有政府的益助的金額 大概就幾個因素去考慮了 所以在未來在討論的時候 大概也不外乎這幾個因素要去考慮吧 好 其實部長你剛剛講了說 就是勞工的反應 那我因為我自己也是勞工 以前都是勞工 就是受僱的一個受僱者 那我當然也覺得說這個給付率來講 我們當然也不希望去影響他勞工的一個 他退休之後可以領到的一個退休金 那最有可能 你剛剛講的這幾項 你覺得最有可能可以做的是哪一個 我覺得每一樣都可以去討論 至於能夠改多少付多少多少 可能都還是要考慮到整個職業別 然後考慮到各個因素 所以我在這裡大概很難在這裡做 先跟委員做預測 OK 所以部長你是認為說這些因子 都有可能去改變就對了 未來一定在這個年金改革委員會裡面 應該都會充分討論 好 那我接下來我要問的是 提高費率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這幾年來 其實一直都逐漸在提高 其實這件事情 其實所有的勞工都蠻有感的 一年5% 就是5% 0.5% 0.5%在調 所以其實大家都有感 我看你們的這個計算報告裡面 所講的最適的費率是27.3% 那個是充分準備的話 對 如果要做好這件事的話 那所以就是 一下子大概要提高大概 將近三倍左右 好 那我想要問部長說 如果我們真的 避免未來的這個退休心破產的話 我們要把費率提到這麼高的話 那你覺得我們廣大的勞工 的一個接受程度如何 那以及 因為這70%是雇主要去提拨 那雇主的一個接受程度如何 報告委 這個費率多少 因為畢竟老保 他是一個社會保險 所以他是一個精算的結果 是27.3% 但事實上 在哪一個時間點 會有這樣子的危機呈現 其實現在看起來都還 還不一定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們才會有一個機制 就是設一個檢討點 就是如果提高到12%的時候 我們就停 然後看看 在未來20年之內 我們的收入是不是可以支付 支付所剩的餘額 可不可以支付未來20年的勞保給付 用這樣來衡量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暫時就不調 如果真的是不足以給付的話 我們再往上每一年再調0.5% 但是最高也是到18% 18% 因為我現在想的是 如果一直逐漸增加 當然就是每位勞工 他要每個月去付的這個錢 會越來越多 然後那我現在 站在我一個年輕人的一個角度 如果說 很不幸的在 116年這個年金破產 我們勞保年金破產了之後 那表示說 我這個族群的人是領不到錢的 但是我越繳越多 我繳多領少 那我還可能領不到 那 部長你覺得這個真的有世代爭議嗎 包委 這就是說我們為什麼 要在今年之內 就要把這個改革弄成的這個原因 因為再這樣下去的話 當然是 我看大概是年輕人 大家都沒辦法接受嘛 所以我們期待今年改革完了以後 就不會有這個情形發生了 好我是很期待喔 就是這一年內 這個年紀改革委員會 那勞動部這邊可以提供給這個 改革委員會的一個 相關的一個配套跟措施 跟一個建議 這是我們非常期待的 因為我們不希望任何一個勞工 他在退休之後 會面臨到 他沒有辦法去領這個 退休金的一個窘境 然後那我相信 這不是一個政府 他應該要做的一個事情 那最後我問一個問題 就是報告裡面有講說 現在12萬家裡面 有9萬5千家 在這個勞退救治 他已經有補足 那現在沒有補足的金額 大概是多少 大概一千億吧 一千億 還這麼多 是 那原來有四千多億 現在一千多億 我們還要繼續努力當中 那這一些沒有補足的 有被採法嗎 今年還沒有 是因為地方政府 因為三月份才剛過嘛 所以他們現在正在勸導 然後請他們陳述意見 所以這個是法定的程序 所以我們大概明年就會 明年就開始檢查今年的 那什麼時候開始開法 開法就是 可能就是先 他陳述意見完了以後 如果他還沒辦法按照他的 他的這個意見去處理的話 大概七月份以後吧 七月份以後 因為這部分 很多企業他不怕法 那也不怕被公佈 那我希望說 勞動部針對這一塊 要多加努力 我剛剛一開始有講的是 官場工人的案件 我相信 部長在之前 也處理過這樣的案件 我們都不希望這樣的事情再發生 所以這部分 也請勞動部要多加強 謝謝 一定會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洪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陳怡民委員進行質詢 對 好 說 說